而在中东以色列跟伊朗是不是要做好开战的准备呢 伊朗到底要不要对以色列报复 关键在于加萨走廊的停火谈判 不过看起来离和平又更远了 因为呢现在哈马斯就说 他们直挺之前7月2号 谈到的第一个这个停火方案的条件 他们觉得现在呢在座上谈判桌的话 等于是让以色列呢予取予求 加的新条件他们好像都必须要接受 所以直接是不派代表参加了 那另外以色列方面则是提出 他们希望的条件是呢 暂停作战来换取这个俘虏 不过他们唯一呢是希望 无论如何都要消灭哈马斯 不承认这个政权 必须要完全的把这个最后一兵一族 全部都赶尽杀绝之后战争才会终止 所以看起来双方是没有任何的交集 也没有任何的共识的 那对伊朗来讲 他们就直接挑明了 除非呢 双方有这个停火协议 两边都签名都达成共识 确定呢白纸黑字写下来 不然他们是不会停止考虑直接攻击以色列的 现在呢随时都是箭在弦上 只要一声令下 马上就可以来发动攻击 不过呢 现在好像看起来没有真正的开战 但是以色列有一点点草木皆兵了 因为在北边的这个西加利利这个地区 在今天凌晨的很多个地方都传出了空袭警报 那在这个地方刚好跟黎巴嫩接壤的边境 还发现了疑似是敌国的军机 所以呢 以色列的国防部也是相当的紧张 也做了一些因应的这个措施 那不过现在伊朗这个部分 我们刚刚讲他们好像随时要发动攻击 那主要是呢 他们也要忌惮西方国家可能会采取的一些行动 像伊朗呢 在14号他们中央银行就爆发史上最大规模的网路攻击 这个攻击令人想到在去年的12月底 当时呢是伊朗的很多加油站体系也都被攻击到 所以包括是顾客的资料被窃取 那这次中央银行也是呢 这个大规模的电脑当机很多业务都没有办法来进行 所以就让很多人想到之前的加油站 有可能是这个美国还有以色列在幕后策划 那这一次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套路 一样的剧本呢 有没有可能是呢 西方国家想要向伊朗展示 如果你们敢轻举妄动 你们敢随便发动攻击的话 那你们自己也要衡量看看 你们自己的国家内部有可能会受到什么样的伤害 所以伊朗现在也在评估 如果真的发动攻击 是不是有可能得不偿失呢 正当全球担忧伊朗很快对以色列报复攻击时 以色列列大臣台拉维夫传来巨响 原来是哈马斯朝以色列发射两枚火箭弹 不过这两枚都没有成功落到以国境内 每个发射器前都放上一名死亡的伊朗革命卫队成员照 伊朗9号起展开围棋五天军演大秀军事肌肉 影片还宣称握有高爆弹头难以侦测的新型巡异飞弹 毕竟伊朗还等着帮上月底遇刺身亡的哈马斯领袖 哈尼亚报仇 不过以色列说已经全面戒备 美国也将核动力潜舰乔治亚号部署中东 林肯浩航空母舰战斗群 则加速前往该区以防区域冲突扩大 然而此刻不止以色列继续加强清剿哈马斯据点 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也继续交火 而伊朗撑腰的叶门叛军胡塞组织 最新传出强行关闭联合国机构办公室 没收车辆资金和文件等 中东的情势还是充满不确定性 有新闻众合部导 乌尔前线也是一样充满不确定性的 有最多有更多来自前线的画面 现在陆续的曝光了 我们先来看这是在乌克兰的第二大臣哈尔科夫 俄军呢在这边他们想要呢突袭 结果没想到竟然被精准的击中了 那另外一方面呢 则是在这个乌克兰军队不断挺进的 俄罗斯的边界库斯克 这里呢现在呢 俄军已经紧急撤离了13万人 那有两个州的已经陷入紧急状态 所以兵力要来赶快做回防 那到底乌克兰葫芦里卖什么药呢 总统泽伦斯基的策略是什么呢 他就对外宣称他们已经 俘虏到了将近百名的俄罗斯军人 所以在换球上他觉得他们有更多的筹码 接下来甚至考虑要直接在占领区 来设这个军事管理机构 他乐观认为呢这个俘虏的军人会人数越来越多 需要做一个系统性的管理跟操作 那这一次呢 为何乌军可以这么势如破竹 一路在发动攻势 有军事专家分析就认为 关键在于乌克兰使用了这个海马斯的高机动多管火箭系统 可以说是呢要挺进这个俄罗斯国内的一个神器 不过也不单只是优点他有一些缺陷是需要弥补 那就是使用了这个系统可能会导致乌克兰的补给线 因此被拉长要克服这个问题的话呢 关键在于有办法突破一些国际社会给的限制 看看能不能用到西方的长城武器 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让他们在进攻推进上会变得更顺畅一些 那虽然看起来好像大家都觉得乌克兰的战术奏效 找到俄罗斯的弱点不过呢或许我们可以看另外一面 另外一个角度就会发现当然也不是如此 这是有军事专家他就讲了 其实俄罗斯我们现在看到他开始有些回防的动作 要来守住这个库斯克 不过呢他们派谁来回防呢 派的都是没有在前线热点作战的部队 言下之意就是说看起来是吊虎离山 但实际上不是 并没有直接从乌东地区调人来守这个库斯克 所以到底乌克兰的策略能不能奏效 能不能占领更多土地呢 这些问题恐怕目前都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乌克兰士兵驾驶着美国提供的装甲战车 持续在俄罗斯境内挺进 取得更多的城镇控制权 当地居民看到乌军进入没有任何的惊慌 乌克兰电视台记者前进俄边境苏贾士 贴身采访乌军行动 还将乌军扯下俄国国旗的画面 呈现在乌克兰国人面前 乌军受访时描述进入俄罗斯时 敌军惊慌失措的情景 这些影像想必能提振乌国低迷的士气 他们说他们在参加战略的选择 他们在参加战略的选择 并且在选择的军事 然后每个军事 每个军事 都在抑制自己的家庭 可能会想到乌克兰的土地 而在参加战略的选择 这些感觉都无法忘记 俄库克斯区已经撤离超过10万人 乌军在占领的苏贾士巡逻 路上都是被摧毁的俄罗斯战车 但所有建筑都完好 没有遭到破坏 现在我们可以观察 多少互联罗斯和乌克兰国人 所以我们已经进入了 最终了 当地还有一些未撤离的民众 乌军也发放物资给他们 乌军认为 他们比俄罗斯 更善待占领区的民众 乌越界行动进入第二个星期 总统泽伦斯基 每日掌握前线进度 到目前为止都是好消息 除了攻势持续外 也俘虏了上百名俄军 好作为换球的筹码 随着战领区扩大 俄军面临留守军力上的困难 泽伦斯基有意在占领区设置军事行政中心 乌克兰内政部长透露 乌军正在着手在俄国西境建立缓冲区 保护乌克兰边境城市 空拍照显示 乌军在库克斯区挖壕沟被战 乌国边境苏梅士也架起了刺网 防范俄军的报复行动 据传俄罗斯为阻止乌军前进 也正在挖壕沟被战 还在网路上争挖掘工人 薪资在1600到4000美元之间 俄罗斯也展开空袭 投下滑翔炸弹 击退乌军车队 乌克兰还以颜色 派出无人机轰炸俄罗斯空军基地 这是开战以来 乌国最大规模袭击俄军事基地的行动 俄罗斯总统普钦 誓言要进行最严厉的报复 不过这一次就连国营电视台 都不愿附和 国际社会和军事专家们 密切观察乌俄两军调赌状况 乌军攻城略地一周 还为逼得俄罗斯 转移乌东火线军力救援 仅调动了乌国南部 扎波罗热和涅波罗州 两地数个部队 乌克兰则是继续增加在边境的兵力 西方国家认为 乌国入侵必须撑得够久 才能解救乌冬颓势 乌克兰的骑袖战术确实让西方国家计划 乌克兰的骑袖战术确实让西方国家计划 国际间也出现了一种声音 认为盟国应该趁此刻驻一臂之力 加紧军援乌克兰 让他们乘胜追击 TVBS新闻总和报导 TVBS新闻直播 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 好